未来人类的科技日益发达 开始掌握了空间跳跃技术 用于往返于各个星系之间的太空基地 可随着宇宙资源的开发 人类开始遇到其他敌对的外星文明 他们是来自织女星座的克瑞奇族 派出数架飞船袭击人类基地 以此来抢夺人类的星际导航仪 这件导航仪关系着地球的命运 如果被外星文明占有 也就意味着地球的未面暴露 从而一举攻下人类的老家 此时的指挥官眼看无法放手 全程手动却连防护罩都无法穿透 眼看外星人即将突破防御 无奈只好发出求救信号 将导航仪被夺的消息通知联邦舰队 接着基地的大门也随之瓦解 不久过后将军收到了求救信息 可舰队至少需要42个小时才能返回地球 而克瑞奇族只需40个小时 星际时代两个小时足以决定了战争的结果 将军立即下令全速返航 同时让麦思号前去拖延外星舰船的进度 结果发现麦思号并不在信号范围内 这时发现了一艘名为秦宫号的舰船 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 让他们将命令传达给麦思号舰长 接到任务的雷尔三人即刻调转方向 结果在半路舱内突然响起警报声 原来马修擅自加大飞船的引擎推力 导致航线上的黑洞无法躲避 曾经有无数人被他吞噬 美丽方米的压力相当于整个太阳系 这也是无数太空人多年的噩梦 此时黑洞强大的吸力瞬间让秦宫号受损 危机时刻只好让雷尔操控飞船 自己去后方修理导航系统 接过为止雷尔迅速地输入一系列坐标 在数秒之间完成了航线的标绘 驾驶飞船成功地飞出黑洞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雷尔的朝圣者血洞 原来曾经的地球上出现很多强大的人类 只需要简单地活动一下大脑 便可以瞬间完成数十亿次的运算 不仅可以感受到星际之间的磁场 同时有着穿越黑洞的能力 可后来由于太过高傲 不断地与普通人发生冲突 导致朝圣者的血统几乎灭绝 如今的雷尔是仅剩不多的幸存者 很快秦宫号飞船便与麦斯号会合 雷尔把将军的命令交给舰长 接到命令的舰长立刻部署追击计划 结果发现到达战场至少需要四天 凯特船长认为穿越黑洞可以直接到达 可这个建议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 直到凯特抛给舰长一枚戒指 看着这枚代表荣誉的戒指 情绪激动的他突然变得冷静 接着下令调整飞船 飞向附近的脉冲星重动 此时舱内导航不断提醒线路错误 而凯特还是坚持穿越 接着便关掉了智能改为手动操控 在电光火石之间 成功地穿越到了尤利西斯走廊 通过探测发现周围布满了电磁信号 舰长下令飞船进入隐秘模式 同时派出雷尔与埃利前去探查 两艘飞船前往太空基地探查 结果发现这里已经被炸得粉碎 无数舰船的碎片漂浮在半空 突然埃利搜寻到一些电磁信号 发现那是敌人落单的探测舰 二人赶紧分开躲避 可此时敌方舰船突然释放探测信号 结果藏身与陨石后面的埃利还是被发现 只好借是发起反击 可所有的攻击都被防护罩拦截 同时在纵矮星附近发现两艘舰船正在靠近 只好暂时返回麦斯号 此时的舰长认为击毁这艘探测舰 也能达到拖延克瑞骑族攻打地球的脚步 但一旁的凯特并不这么想 认为一旦将飞船清朝派出 没有护卫舰的麦斯号很容易遭到对方的攻击 但舰长却一再坚持 丝毫不听他的建议 很快战机小队全部出动 结果来到预定地点时 发现敌舰早已不知去向 这时经验丰富的凯特立马猜测到 这一定是敌人的吊虎离山之计 他即刻下令让小队回防 可大家只听舰长的指令 无奈凯特只好亮明身份 原来他是直接受命于统帅的海军司令 正当爱丽还在纠结的时候 母舰这边警报声四起 发现敌方两艘驱逐舰船正在靠近 舰长只好派出剩余的战机前去应战 结果却陷入了敌方重重包围 在敌人强大的火力下没有还手之力 无奈舰长只好下令开启防护罩 防御远处飞来的攻击 接着同样放出两颗鱼雷 成功地命中了一艘驱逐舰 可此时的舱内火光不断 防护罩能量下降了40% 舰长也在强大的冲击下身受重伤 危机时刻凯特带着小队返回支援 马修带着劳拉一路奔袭 凭借精湛的技术为轰炸机扫清障碍 接着凯特驾驶轰炸机出现在舰船附近 随着四发鱼雷的发射 敌方的驱逐舰成功被击毁 然而就在大家返航之际 营练却飞来了几艘敌方战机 劳拉顺手便打掉了一艘 这下激起了马修的胜负欲 为了展示自己的飞行技术 选择对敌机贴脸攻击 劳拉害怕马修有危险便紧跟其后 结果被击毁的战机却砸中了劳拉 瞬间失去控制飘向宇宙升空 慌乱中劳拉按下弹射装置 结果喷气系统破损严重 无奈只好重新掌控战机选择迫降 结果在接触跑道的一刹那瞬间起火 无法改变事实 只能懊悔地看着战机被轻出跑道 可战争并未结束 这时发现大量的敌机正向着他们靠近 为了躲避外星战舰的攻击 人类将破损的麦斯号隐藏在陨石坑内 同时放出无人机诱饵 虽然将敌方战舰群成功引开 可他们还是留下一艘舰船继续探查 好在这里处于辐射弹 对方无法对陨坑进行扫描 结果探测舰却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 向陨石坑投掷炸弹 无处躲避的麦斯号不幸被击中 导致飞船多处破损 无法关闭的舱门瞬间施压 躲闪不及的雷尔直接被吸了出去 好在他及时抓住了栏杆 马修不顾危险上前营救 与众人合力将雷尔救回 此时破损的舱门也被钢板封住 虽然成功脱险但燃料舱受损严重 仅剩的氧气也只能维持五个小时 这次凯特决定主动出击 派出战机偷偷潜入敌舰周围 结果发现这只是一艘探测船 即刻下令让战机小队发起攻击 同时让突击小队登上敌方战舰抢夺燃料 好在这里没有重兵把守 分分钟便解决了战斗 幸运的是不仅发现了燃料 同时克瑞奇人的导航仪也在其中 这无疑是一件重大收获 只要将克瑞奇人空间跳跃的坐标 提前告知将军 那么联邦舰队就可以提前守住戴徒 一举将他们消灭 可此去路途遥远 需要穿越凶险的类星体 随即船长让雷尔与埃利一同前去 如今也只能依靠 雷尔的天赋来完成任务 这时克瑞奇人的支援赶到了这里 直接朝着麦斯号发起攻击 好在船长经验丰富 贴近敌方战舰时降低防护罩 同时将数枚导弹发射 成功击毁了一艘驱逐舰 而此时的埃利为了不让雷尔爆 驾驶战机前去阻拦 虽然成功打掉了敌方战机 可引发的脉冲还是波及到艾利 好在他成功弹射这才躲过一劫 雷尔本打算将艾利送回麦斯号 可为了能尽快通知联邦舰队 艾利坚持让他先去执行任务 无奈雷尔只好忍着悲痛离开 再通过类星体式全力加速 凭借过人的天赋快速运算节点变化 成功地穿越了跳跃点 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发现身后敌方的主力星舰也跟了过来 知道自己无法逃脱 赶紧把跳跃点发送给联邦舰队 此时将军已经收到了信息 但整个舰队防止暴露选择了疾病模式 只向雷尔发送了附近的黑洞坐标 收到信息的雷尔瞬间明白 立刻驾驶战机朝着黑洞飞去 而敌方星舰紧随气候也追了过来 在临近黑洞的下一秒 雷尔抬起机身成功绕过重力的吸引 而星舰过于笨重无法逃脱 成功被黑洞吸了进去 这时跳跃点不断有克瑞奇的舰船涌出 结果还没来得及开启防护 瞬间就被消灭 至此人类取得了这次星际战争的胜利 迷失太空的爱力也被成功救回 他们将会返回地球顾上幸福的生活 本片上映于1999年 改编自经典游戏银河飞驾 虽然年代久远特效略显粗糙 但紧凑的空战剧情还是值得一看